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陆海空三位一体和打击体系,无论是海底的潜艇还是空军的轰炸机和地基洲际导弹,每年都进行相应的训练演习以保持战备标准。 据俄罗斯卫星网6月29日报道,在28日美国无线电爱好者,竟然听到了当天美国空军的核战争演习的通话。 据报道,昨天的演习,在美国东西海岸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上空同时进行,参加演习的飞机,包括一架B-52H和两架B-2A战略轰炸机,和一架E-16B水星通信中级机。 B-52H,B-2A两型战略轰炸机均是爱好者已经很熟悉,而E-16B是一种基于波音707-320的指挥与通信中级飞机,其作用在地面控制中心被摧毁的情况下接管美国核力量的指挥权。 因此这种飞机如果参加实战,实际意味着核大战已经达到了一半,特别是美国西海岸的无线电爱好者,听到了西海岸B-52轰炸机,和一一六B飞机的非加密通信,这架B-52H轰炸机代号GN-61,而通信的内容是一六B飞机,向B-52广播的紧急行动指令,EAM,紧急行动指令听上去是一长串的单词,只带字母和数字。 然后这些字母和数字组成密码,B-52轰炸机接收后,通过解码就能从预先制定作战方案中进行选择,确定攻击的目标,在上世纪90年代的著名电影《红潮风暴》中就有这样的情节,电影中的美军战略导弹和潜艇,就是收到了紧急行动指令,EAM时通信设备遭到损坏,所有指令并没接收完成,因此停长决定, 按照已经接收到的指令实施核打击,但却遭到副艇长的反对,核大战一触即发,而真实情况中,美军是通过卫星,基在无线电,或者地面的高频全球广播系统,向陆海空三位一体作战力量下达指令,指令广播并不加密, 因为其意义只有核打击作战部队明白,需要注意的是,紧急行动指令,EAM战时可以向陆海空核力量进行广播,一旦接受指令就必须执行,而且陆基核导弹核弹到导弹核潜艇,由于生存性和通信条件的限制,无法进行更改,一旦接受指令,即便是错误的也要执行, 这就是红朝风暴情节的紧张之处,艇长遵守了命令,但结果是毁灭人类,但副艇长拯救了世界但实际上是违法命令,这里面研究起来就有意思了,但只有轰炸机部队,是可以接受修改指令的,这也显示了有人战略轰炸机,在战略打击力和灵活性上的重要意义,如果面临核战争的威胁,B-52轰炸机会,在地面装载20枚射程2000, 装在核弹头的,AGM-86B巡航导弹,然后携带一码本升空执行巡航任务,再接收到紧急行动指令,EAM后,B-52轰炸机,将确认这不是演习,并解码确定打击目标,在目标进入射程后,所有机组人员都要按,下同意按钮,如果有人不按,导弹将无法发射,最后发射人员将导弹由缩定状态换为解锁状, 然后按发射按钮,就可以发动核打击了,2018年,美军多架B-52轰炸机,迪近我附近海域进行训练,这是美军在西台维持力量的一种姿态,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战略战术意义, 相反,美军B-52在本国海域实施的核打击战备演习,才具备更强的实战战略意义,因为B-52是战略轰炸机,这种演习就是向美国的对手传递信号,美国空军的战略打击能力,是完全可以信赖,并能够随时执行核恶制任务, 2018年4月,美军还一次性升空10架B-2轰炸机,举行大型核战争演习,因此我方是射东风41,美军也在磨刀霍霍,今年美军战略轰炸机部队的种种举动,除了让我们要提高警惕之外,最大的正面作用,就是再次显示了,远航程,搭载弹量战略轰炸机的独特优势, 特别是除了高架直轰20隐身战略轰炸机之外,我国也应该有一种类似B-52的显示存在型战略轰炸机,它的使命就是飞抵对方海岸线,让对手民众和雷达,全部看到自己的一举一动,来显示威慑行动,现在的轰6K已经初步具备这样的功能,但距离目标还差得很远,责任编辑